我 叫曾炫熙 我是一名演员 这一路上 陪伴我的粉丝都知道 其实我也受过了挺多的质疑 从批评我的眼界 到说我眼睛大了 从不看好我的发展 到后来否定我已有的进步 我知道这个梦很难 我也知道这条路很长 但我会告诉自己 在梦想中沉浸 成为最优秀的自己 有梦就去追 感受过程 享受痛苦 去它的结果 其实可能 很多网友对我印象 都会有很难的 反正就是很多人都在说 因为这件事情 他们各种吵架 和我会想要的殊死一样 就是心中的方向 哪怕就是会运动荡 就所有在评论里面说 我演张文鸡 是因为背后所有人在支撑着我 各种金主在支撑着我演这部戏 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该 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些事情 嗯 在值得被歌颂 沉浮破浪后也不会一定成功 声音只能像 渐渐点信念的人 都是英雄 可我会想的羞死一样 就是心中的方向 哪怕众生会在彼岸阻挡 但我需要 很怕自己在舒适圈里面 想让自己成长 其实就是要不断地说打击 不断地征服自己 嗯 当演呎 更没有这些歌 当我训练 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你要大胆做白日模特 因为是努力 我记得是在梦想 爱我受过的伤 在我这个年纪我已经想到 我自己想做的时候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确实能认定 它是我能一直往下走的一个职业 爱我受过的伤 都是我的成长 不管明天的路有多漫长 我再次骑航 带着我的寻想 我觉得 未来有一天我一定会 会让大家记住我的 我再次骑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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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次骑航